第二次提一个石头在水中等速度下沉 若过程中水没有受到任何扰动 有关石头能量的变化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题目的答案在问了动能及为人的改变 我们晓得动能的计算公式是1mv平方 那么石头的质量不会变 所以如果速度变大动能就会变大 速度变小动能就会变小 而题目说是等速度下降 所以速度没有改变 速度没有改变就表示我们动能就没有改变 那么另外卫能的计算公式是mgh 石头的质量不会变 那么重力加速度也不会变 我们只要看我们的垂直高度的变化 那么东西在往下沉 所以它的高度是在逐渐的减少 因为高度逐渐的减少 所以我们的卫能就逐渐的减少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动能没有改变 而卫能的逐渐减少 因此二次提问我们说 有关石头能量的变化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重力未能见减 动能不变